選生們正在進行機車考照練習 無論直線7秒還是一般道路規定的內容 全都符合監理站考場規模 潮州鎮原本的機車考照練習場 位於運動公園旁 後應配合平縣府國際溜冰場的新建而取消掉 許多民眾苦無練習場可練習 為此潮州鎮公所特別找到明治西旁一塊工有地 做全新的考照練習場規劃 我們原本的那個考照練習場 是在運動公園旁邊的那個停車場 中間的那個區塊做一個考照練習場 已經好幾年了 那現在因為配合我們平中縣政府的 那個國際溜冰賽事的這個場館 那他們旁邊有一些停車需求比較高 那所以那個練習場就取消掉了 那取消掉因為很多年輕人 那在一直不斷在跟政工所反映說 他們即將畢業然後需要去考照要練習 那所以我們就找了好多地方 那終於落腳在那個明治西旁邊的一塊空地 不少前來練習的民眾都很感謝公所的用心 讓許多要考照的學生可以一起練習 也會更有信心一次就過 就是很感謝政工所提供這麼好的場地給我 跟其他即將要考駕照的那個同學們 就是很謝謝政工所這樣子提供 來這邊可以練習 然後就是很有信心的樣子 很多年輕大概是學生 他們會去練習 那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 我們希望再加強一些周邊的設備 那主要是說我們還是呼籲我們鄉親朋友 既然考照練習場在那邊的話 那拜託你們不要把車子停上去 那尊重一下練習的民眾的權利 公所強調近期也會加強夜間 照明及周邊等設施 提升鄉親使用考照練習場的誠意 另外也呼籲民眾 且有把車子隨意停入內 讓需要使用練習場的鄉親朋友 可以善加利用 記者 楊振一 採訪報導